这老猴再问呢 说别挡了 你这个舅舅跟妈妈上哪儿去了 哎 这会儿的小猴啊 出了哭仙了 走了 这老猴一听就蹿了 用这个爪子呀 开始抠自个儿这脸 您想那是那么容易能抠动的吗 这老猴也真是狠的 这猴性子一上来 不管不顾 用爪子一抠这个草纸啊 呲啦一下 连脸皮一块就抠下来了 你好 我是昆仑流石 欢迎您来到书馆啊 咱们一块聊天讲故事 这两天呀 咱们持续的内容 都是山霄的故事 是延续平台 给出的一个话题 既然是这样呢 咱们就闲言手续呀 书归正文 继续讲这个山霄的故事 上文书咱们说到啊 在小山村里 住着这么一对双胞胎兄妹 可是啊 这妹妹呢 在进山的时候啊 就被这个山霄啊 背进深山了 过了很多年以后 这哥哥呀 终于找到了妹妹 可是这妹妹 已然跟山霄生活了很多年 并且呀 还生了小猴了 咱们再次重申啊 这只是一个神话传说 您别忘神了想 这哥哥呀 和妹妹在这个洞府里啊 挣这个叙家茬 这兄妹呀 分别了这么多年 肯定有很多话要聊 哎 顺便呀 还要详细的筹划一下 怎么从这个老猴的洞府里逃跑 据这个妹妹说呀 这老猴是扇行山路的 这兄妹二人啊 要是离开山洞 老猴就会闻着味儿去追 并且呀 你提前跑个三两天 他也能追上你 可是正在商量的时候啊 这会儿老猴回来了 还发现了藏在柴门后面的哥哥 哎 咱们上文书啊 就正说到这儿 这老猴啊 一把扯掉了柴门 这哥哥呀 也暗暗的把斧子从腰上瞪了下来 被子的身后 眼看啊 这一人一怪呀 就要有一场大战 就在这个时候 这妹妹连忙一把就拉住了老猴 跟这个老猴说 说你先别慌 这个人他不是外人 也不是商人 这是我的娘家哥哥 这老猴愣在原地上下 打量打量这个小伙子 哎 他乐了 他这一乐呀 比哭还寒碜 两个小红眼啊 眨不眨巴的 这手啊 好像也没劲放了 这嘴鸡脚啊 向上翘 好像是在翘 不过呀 这两对大獠牙 可已经吃到了嘴外边了 这老猴 看看那小媳妇说 说既然这大秀哥来了 干嘛还躲躲藏藏的呀 赶紧赶紧 让出来 让出来 猴他妈 把我那个珍藏了很多年的好酒啊 给我大舅哥拿出来 我们哥俩呀 要好好喝喝 赶紧赶紧 把这个山鸡野兔子 给我们做得了 这就是下酒的酒窑啊 这小伙子看到这种情况之后 也只好是静观其变了 于是啊 这一人一怪呀 坐到了石桌边 转眼间呀 这妹妹就把这个山鸡呀 野兔和一些肉干啊 坐得了 摆在了桌子上 在桌子上啊 还有一大坛子酒 这打开盖以后啊 这酒还真不薄 是打瓶香啊 这旁边呢 有现成的石碗 这老猴啊 就斟了两碗酒 给这个大舅哥一碗呢 自个儿留了一碗 这一人一猴啊 就在这个山洞当中啊 哎呀 还就真喝上了 这老猴啊 倒是心里没想别的 是真喝真吃啊 这哥哥总想啊 等这个老猴喝醉了之后 好趁机会啊 就把妹妹救走了 可是一看呢 不行 哎呀 四个他捆一块 也喝不过这老猴 这老猴啊 还是真能喝 这左一钟啊 右一钟 这哥哥呢 有一搭没一搭的 陪着他说话 可是脑子里啊 却飞快的在转 在想主意 这会儿啊 他终于灵机一动 想出了一个好主意 于是啊 他就跟这个老猴说 说妹夫 你这个眼 怎么红通通的呀 老猴说 这上火 一到春天秋天啊 就这德行 这小伙子说 那这么多年 就没找大夫看看吗 这老猴啊 低头看了 看自己身上的长毛 哎 无奈的笑了笑说呀 没有 不得方便 那小伙子说 这不影响视力吗 老猴说 怎么不影响视力呀 每到这个春天秋天啊 我只能靠鼻子闻味 才能啊 出去打猎 这眼啊 模糊一片 根本就看不清楚 这会儿这小伙子可来了主意 一拍大腿 跟这个老猴说 哎 妹夫 你早说呀 咱们家呀 就有这么一个祖传 置眼的秘方 行了 这酒啊 我也不喝了 我赶紧的下山回家呀 给你拿药去 这老猴一听啊 说那感性好 说那就劳烦大舅哥了 这小伙子站起身上 说妹妹 那我先走 过两天我再来 这妹妹一看 哥哥要走啊 流眼泪了 拉着哥哥手说 哥哥 你可快些再来呀 哥哥当然明白 这妹妹是什么意思了 于是跟妹妹说 放心吧 多则呀 那么十天半个月 少则呀 三五日 我肯定回来 于是啊 这小伙子辞别了 这个妹妹跟老猴啊 就下山去了 那这小伙子 真替这老猴买药去了吗 嘿 您往后听吧 这大舅哥来了 嘿 就是老猴的倒霉起手 果真的没过 那么五七八日的 这小伙子就又进山了 来到了这个妹妹 居住的洞府 这老猴跟那个姑娘一看呢 这小伙子 还真没空着手来 这身背后 我背着一个大包袱 手里头啊 还拎着一个大罐子 这老猴说 这舅兄 怎么去了这么多日子呀 这小伙子说 哎 这药啊 它不好配呀 我跑遍了几个县 大药店呢 才凑齐了这么几杯药材 在家里边啊 有秘制熬成了药膏 这样啊 才给你们两口子送过来 妹夫妹夫啊 咱们呀 赶紧治病吧 这会儿啊 正是中午 这大太阳照着呀 虽然是春天 但是它也是暖蓉蓉的 这小伙子打开了后背的包袱 哎 又把这个罐子呀 放到了桌子上 那么说 这都是什么呀 这罐子里 真的是这个凑齐的药材 给这个老猴熬的 治眼睛的药吗 哎 当然不是 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啊 这罐子里是什么呀 标胶 哎 就是用这个鱼标 鱼皮 还有这鱼骨 熬成的一种强力胶 这骨人呢 没有化工胶 就用这种东西代替 用在木桌上 粘起东西来呀 万年劳 出了山这几天 这小伙子 他哪是配药去了 他是啊 搜集这个鱼镖鱼皮啊 熬镖胶去了 费了挺大功夫啊 才熬了这么一大罐子 那这包袱里 装的是什么呀 草纸 这老猴啊 虽然他成了精 但是改不了猴性 眼看这药啊 已经拿到自个儿跟前了 眼睛马上就会好 于是高兴的是 奔奔之奔 跟这个小伙子说 救凶救凶 那怎么治呢 说你呀 得蹲到这个太阳地上去 说我这个药啊 经太阳一晒呀 那这个作用发挥的更好 药力更高 更有助于啊 你这个眼睛的恢复 可不是吗 这个镖胶啊 太阳一晒呀 它沾的更结实 于是这小伙子说 你蹲那儿吧 咱们开始治疗 那么接下来呀 就是这小伙子 往这老猴鼻梁子以上 眉毛以下呀 开始贴纸调料 是糊了一层镖胶 贴一层纸 糊了一层镖胶 贴了一层纸 这中间啊 还不忘啊 晒会儿 这没过一会儿 这老猴的脸上啊 就已经沾了 一寸多厚的草纸了 这小伙子一看呢 这镖胶跟草纸 也干的差不多了 于是就把老猴啊 掺到了屋里 跟这老猴说了 这需要静养三日啊 这会儿啊 这姑娘早把自己 要带走的东西收拾好了 并且呀 教会了这帮小猴啊 一套说辞 跟这帮小猴说呀 说舅舅跟妈妈呀 上山里呀 去给你们摘果子去 给这帮小猴啊 又美猴留了一块点心 这也是啊 这个舅舅 从山外边带进来的点心 也是祭策的其中一个环节 又嘱咐小猴说啊 一会儿你爹要问起来呀 你们就这么这么这么说 这小猴啊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 妈妈拿着这么好吃的东西勾着他们 那不还怎么说怎么是啊 于是就一边答应 一边留着哈拉子 边听啊 边点头 兄妹二人呢 不敢耽搁呀 顺着山路 一直就往山外跑去了 果不其然呢 过了几个时辰之后啊 这个老猴就问了 说怎么样了 这高药能接下来了吗 这小猴啊 在妈妈临走的时候已经交好了 于是就齐声说快了快了 又过了几个时辰呢 这老猴又问了 怎么样了到底呀 哎 这小猴说马上马上 可是转眼啊 这一天多过去了以后 这老猴心里可慌了 因为他听不见自己媳妇 跟这个大舅哥的动静啊 这会儿这小猴的点心呢 也依然吃完了 饿了呀 想起找妈妈来了 这老猴再问呢 说别长了 你这个舅舅跟妈妈上哪去了 哎 这会儿的小猴啊 出了哭签了 走了 这老猴一听就蹿了 用这个爪子呀 开始抠自个儿这脸 您想那是那么容易 能抠动的吗 这老猴也真是狠啊 这猴性子一上来 不管不顾 用爪子一抠这个草纸啊 呲拉一下 连脸皮一块就抠下来了 哎呀 血肉模糊啊 追 哪那么容易啊 要是自己一个猴啊 这上村下棒的没准还好追一点 可是这帮小猴不能扔在山洞里呀 时间一长 那不就饿死了吗 于是这老猴啊 就只好啊 弄个筐 背着这帮小猴啊 往山下去寻找 哎 进了这个小山村之后啊 还真就闻到了自己这个大舅哥 留下的气味 到了这个大舅哥住的这个房子之后啊 哎 早就人去防空了 这哥俩啊 本来就不是这个山边的人 出了这山里以后啊 也没敢在山边这个村子停留 哎 回了内地了 您想 这老猴哪找去呀 哎 这山肖啊 他有主意 他认定了是村子里的人呢 把自个儿这个媳妇给藏起来了 白天啊 去摘点果子 喂小猴 晚上呢 就把这个小猴背着 进了村了 把这小猴 往村中间这个碾台子上一放啊 他就爬到这个村里最高的树上 哎 他嚷 他嚷什么呀 他嚷啊 小猴妈 小猴妈 你扔下了小猴啊 你不垫家 这一天两天行啊 这长子下去 可把这帮村民给烦坏了 哎 这帮山民呢 也有主意 有一天啊 趁这个白天老猴不在 这村民呢 就架起柴火 把这个碾台啊 烧的痛胡痛胡 到了晚上以后啊 虽然啊 这已经不红了 但是那石头上 烙饼肯定是没问题 那就是一个石头做的烤肉炙子呀 这老猴哪知道啊 到了午夜时分呢 他又来了 把这小猴啊 往这碾台上一扔 自个儿往这碾台上一坐 呲啦 得 这小猴啊 烫死了 这自个儿屁股上的毛啊 也都烫没了 这老猴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这一黑怕 一溜烟 就跑进了深山 得 在他跑进深山 不要紧 咱们这故事可就讲完了 这故事啊 我讲的并不全 因为啊 有一些特别伪床里 伪人伦的 咱们在这个公共媒体里啊 也不好给您多讲 得嘞 是那么个意思 勾起点您童年的回忆啊 我就算没白毛 我是给您讲故事的昆仑流石 喜欢我的频道啊 还请您关注点赞并转发 您的支持 是我能持续更新下去的唯一动力 到了明天啊 咱们接着聊着乾隆皇帝的实权武功 拜拜